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台湾的新住民人口 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这些新住民朋友 来到台湾 不管是他们要找工作 或者是求学 其实学历认证 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的 那么新住民朋友 他们的学历采认 有哪一些规定呢 还有各项学历 这个申请的程序 是要怎么样来办理 今天我们的多元族群分享爱 就要来跟大家介绍 新住民朋友 跟他们的小孩 办理国外的这个国中 国小的学历采认的服务 另外明年呢 就是2020的总统大选 我们也鼓励新住民朋友 可以来参与选务工作 来体验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 让他们可以参与更多的 这种公共事务 在待会儿的节目里 就会来跟大家分享相关资讯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我们邀请到的是 苗栗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 社工员刘晓晶 小敬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苗栗县区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苗栗县政府它在苗栗县设立了两个新住民中心 一个在头份 它是苗北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苗栗以南 就是苗栗县区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呢 包含了新住民 还有新住民的子女 以及他的家庭配偶 还有还有还有 就是关注我们新住民朋友的 一般的民众 对 其实就还是让大家全民来参与 那特别呢 就是把新住民朋友这块拉出来 其实小敬在这个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也蛮多年的时间了 对 也看到我们苗栗 有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朋友 来到这边生活 对啊 所以对于他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 一些大小事情啊 一定最主要提升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嘛 那包括像是各种包山包海的服务 你们都有去提供给他们对不对 对 包含了 比如说他刚入境的生活适应啊 还有哦 那啵啵啵学习啊 对对对 中文呢 中文很重要嘛 那这个部分虽然是教育处在承办 可是姐妹都会打电话到中心询问说 什么时候开课 其实我们也真的还是要看县府公告 然后另外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法制宣导 是 比如什么 他们的居留权益 哦对 对 有些人居留证要换罚 他不知道 预期了 过迟了 反而自己不知道 这个可能会面临到一个裁罚金 对 在离境 好 再来我们还会有一些赔利课程 包含了记忆课程 嗯 所谓的记忆课程就是他有一技之长 对 他以后就业或者说自己要谋生 他都可以 嗯 再来我们也还有一些 呃 比如说语文 课语啊 我们有课语学习 是 那有些当然是加到闽南庄的 嗯 那各项证公所也会办理一些 课语学 闽南语或课语学习的机会 嗯 再来我们还会有办一些像 呃 提升新著名中文的能力 然后 他们能 中文能力提升之后 他们可以到学校当多元教师 哦 对 这个也是教育处 是蛮他们的行业 对 也是教育处在办 那今年中心有不少姐妹已经投入了 相对于我们中心也会有一个 多元文化的宣导讲师 嗯 这是做什么 就是我们前两年都是到学校 跟小朋友推说 诶 有国际观 对 那他们了解说越南 哦 有些孩子的妈妈是来自于越南 印尼 泰国 他们的文化 美食 各国的多元文化 对 甚至有些孩童就很认同自己妈妈的母国 他就说 我妈妈来自越南 我好喜欢那边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 那再来就是今年的话 从去年年底 我们就开始到社区关怀据点 那是服务长者 是 那我们是想说 透过这个到社区关怀据点 乡弄据点 由新住民去告诉老人家说 诶 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们都跟台湾的女孩子一样 我们嫁了之后就是 一心一意为了家庭付出 那相对的 这些老人家 能够理解他们来台的心酸之后 我们的成效也不错 对 我们回来自活动办完之后 就有据点的老人家 透过据点打电话来说 我们隔壁的那个谁谁谁的媳妇 来了很久不会中文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吗 反而有这样子的 对 一个效应在 对 一个连锁效应 对 也会说 我家的媳妇 可以到你们那边去做了解一些课程吗 对 我觉得这个成效 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反而走入社区之后 带来的这个渲染力还蛮大的 对 是 好 那刚刚小金有提到 有一些像 咨询 一些资商的服务 那包括我刚刚 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有讲到说 这个学历才认的部分 其实也是有一些规定的 而且 主要也分为两种 就是 因为我们主要来台的新住民朋友 有中国大陆籍的 也有东南亚的 这个新住民朋友 那我们请小金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 学历认证 他们要去遵守哪一些规定呢 他有哪一些规范 那我们先讲 我们先讲大陆籍的好了 对 先讲大陆籍 大陆籍要复杂一点 是 对 大陆籍的部分的话 像通常一般姐妹来到台湾 他们会比较在乎的是说 为什么你们台湾不采纳我的大陆学籍 对 他万一以前在 他的母国已经有一定的学历的时候 为什么来到这边不能同等去认证 不能同等去采认 像有个大陆籍的姐妹 她是拿长取激流 那她说 她未来可能明年初 她就要来台湾 可是她一直在想 我要考会计师 他要有一个专业证照 他说我在大陆可以考 为什么我在这边不行 对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会问你们的问题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卡到一个学历认证的部分 对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请问一下你在大陆的学历 他说我大学 我说那你有沒有去认证过 那你认证之后 有没有拿台湾这边 他说没有 我没有用这一块 可是我在大陆是可以考专业的师资 那我们告诉他说 其实你在台湾的部分 你真的要在台湾工作 或者说你要靠学历 那你就必须在大陆取得学校的毕业证书证本 然后后过你们当地的公证之后 要拿到海基会再认证 再来就是要把这些相关资料 送到县政府的教育处 然后由教育处那边去评估 对 那有一些姐妹他会说 哎呦 我跟你讲 我们学校老早就不见了 我也懒得回去了 就是找不到那个证书了 找不到证本了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 对这怎么办 这个好问题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 那我可不可以听说 那个周子瑜都会来考认证 同等学历认证 我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真的很挫败 是 怎么说呢 他没办法 比如说他是大学 他可能考的会考高中的同等学历 那有些教材 教育方面的资讯 还有教育的资料 都跟大陆比较不一样 一定会有所差别 对 所以那个不是很OK 可是另外一个模式 姐妹她们会去上补校 对 就有不少的姐妹 补校课程 对 她就去上了国中的补校 国中上完 她又继续找高中 对 那高中上完之后 你问她要不要上 不用了 我够了 她说为什么 我这样加加起来都快 拿到身份证都快十年了 我还上什么 我现在可以考一个秉证 我只要秉证 就等于我是高中的学历 对我就可以读大学 反而去考记职证照还比较快 对对对 可是你记职证照考完你要五年 就是你要有工作纪念五年 你就可以 对 所以说大陆籍的姐妹来说 你除了一个学历认证 然后一个同等学历的财政 对 然后再来就是补校之外 这些东西就是必须 要不然就是你必须等到十年 你有一个工 可以考工职 对 才能考工职 才能考工职 工职一定要高中以上 所以这个技术式的那个考照 是很重要的 反而技术式会变得比较重要 对 好 那我们这一段先跟小金聊到这边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多愿助权云分享 爱